戰畜播出 强調不按鈴要自述 民眾黨發言人薇宣 一早來到臺北地方法院 就是不滿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上節目爆料 金華前案約5億公關費 克文哲可能拿三四億 為什麼要提刑事自述呢 因為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們不太相信 北檢會秉公處理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鍾小平先生要把相關的 市政跟法官來說明 我是引述 我勸科幣放下屠刀 立地成否 這樣的貪腐集團 你都不認錯 你這樣幾百億的融機 送給省經紀 送給這樣的土地裁判 吳憶軒甚至開槍 不相信北檢會秉公處理 和鍾小平隔空互尬 不過克文哲聲稱 對金華成融機率增加到 百分之八百四十並不知情 鍾小平確保 時任都委會執密的劉秀玲 就是因為拒絕放寬容積 被克文哲秋後算帳 打入冷宮 而柏文哲無保信輝 北檢提出抗告 中小平前一天還從北檢要提重要情資 這是關於柏文哲位於濟南路的四千三百萬傷倍 吳主就是陳先生 對 陳玉坤 陳玉坤 或是他家人 或神進金的金華成裡面 重要的大臣姓陳 這就Bingo了 這就不得了了 因為我們很奇怪 阿伯 那個嘴那麼秋 不是一直問他 你有沒有四千三 匯到姓陳的戶頭 對吧 你要買姓陳的嘛 那他如果真的有匯 他早就拿出來了好不好 其實不知道中小平在說的是誰 我只好像有聽說 他昨天還衝去別人家裡面 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造成人家的困擾 柏文哲現金華成案 北檢是否掌握相關金流基階 也備受各界關注 我覺得這個金華成案 不管最後結果怎麼樣 可是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最開心 好像就是國民黨的議員中小平 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除了目前 他的死對頭印小微 都已經被羈押禁見了嘛 再來還跟柏文哲 過去也很好 現在哇 中小平過來繁咬 包括昨天人還衝到北檢去 說要提供這個非常有力的情資 好啦 那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現在 到現在為止 民眾黨啦 包括黃珊珊 吳一軒還在幫柯文哲拗 甚至陳志涵在拗什麼 他接受網路節目專訪的時候 他是說 不管你苗博雅啦 尤淑惠這些議員 你們之前怎麼樣質詢 你們就是沒有講到百分之八百四 這個數字啊 你們說整包 後來當時又沒有算出來 所以尤淑惠就嗆他 醫科的三類的柯文哲 要靠文族阿苗招他數學嗎 你們現在確定要這樣扯嗎 這就是民眾黨的辯護嗎 怎麼會這麼樣的薄弱呢 柯文哲 你從他十年前開始進政壇 政壇到現在 柯文哲一直強調自己智商一五七 對不對 柯文哲有沒有一次在媒體面前 還是在台北市議會的議員的質詢的時候 承認說 我是笨蛋 沒有吧 那好可憐 那他為什麼現在在法院裡面承認 我是笨蛋 為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在法院面前好像很無知耶 對不對 你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選這個總統 還三百六十九萬人投票給你 你還怎麼當八年的台北市長 我承認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承認你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憑什麼去當這個台北市長啊 那麼重點就在這個地方啊 裝傻 裝可憐 裝清高 裝清廉 假仁假義 這不是柯文哲的一個 這些年在正常混換吃的一個本錢嘛 很簡單 那麼我們強調這個司法這個正義對不對 但是司法有一定的脈絡可循啊 所以呢 在前幾天那一場 你可以說 體會一下 我記得馬上要到美國去了 這個台北市長講外言說啊 是因為啊 因為怕啊 衍生無藥的困擾跟衝突嘛 剛剛這個少廷兄也講嘛 萬一衝進去怎麼辦嘛 所以這個法 現在我不知道之前 財的那個法官有沒有這樣想 所以現在如果有機會高等法院 花回台北電話法院跟財的話 那麼剩下另外那四位法官 你放心 絕對不會是那一位法官從財 他已經已經過去了 那一頁翻掉 沒有他的機會了 另外四位法官對不對 完全不要把法院外面的事情啊 把它列入你的考量之內 為什麼 這樣你才算是有資格做一個法官 法官就是要公平公正 只針對這件事情到底該押 該交保 還是該這個無保請回 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呢 還有那一天 既然我們集會遊行法裡面規定 經過那麼多次的這個修正 甚至可以緊急集會 經過那麼多次的修正 還經過這麼多年啊 那麼大家很多的 民主先嫌啊 拋頭顱撒熱血去換來 現在的集會遊行法 把港口機場外國大使館 跟包括法院地檢署 都列為禁止集會遊行 除了內政部所指定 如果內政部指定 是在比如說 臺北地檢署地院 哪一小塊 還可以勉強讓你表達意見 除此之外 都不可以 今天如果等一下 又有人落人 我說那天落人 是台灣民眾黨的組織部喔 今天如果還有人落人 公開不管用什麼方式 用直播語言 耐還是脆 還弄那種方式 落人去包圍 落小場去包圍 臺北地檢署對不對 很簡單 臺北市的警察局長 李希和 然後跟這個中正義分局長 如果沒有經過兩次舉牌 完成法定受證 把這些違反集會遊行法的 帶頭大哥移送華辦 我就直接刑事告發你們兩個人 涉嫌肚子 你看我敢不敢 這是公訴罪 你們兩個人混什麼飯吃的 你們身為警察局的首長 你們是混什麼飯吃的 我講坦白的 法律是可以有這樣的 因為不同的政黨 所以不同的考量 這樣就算了 一次讓他們發洩一下 OK啦 那兩次 那要你們警察幹嘛 台灣黑道治國就好了嘛 對不對 臺北市政府有個態度啊 講為什麼也要出來說一下 任何人都不能預約法律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 有人有法律司法特權 台灣民眾黨不就有司法法律特權嗎 一天到晚在質問 檢察官為什麼泄密 廉政署為什麼泄密 調查局為什麼泄密 各位 高鴻安在裡面吃那個素食便當 說很好吃 媒體把他報導出來說泄密 泄哪一條蜜 是素食便當很好吃泄密嗎 是哪一家的嗎 所以呢事實上講到別人 講到跟他們民眾黨的關係泄密 然後很奇怪 如果要說一下的話 又要求把所有的證據 全部攤開來給我看 奇怪 你剛剛不是說正常不公開 不能泄密嗎 現在又說所有的證據 全部攤開來給我看 圍都能在說的 圍都能說的 標準都能定的嘛 各位 還好憲法法庭把那個 他們的所謂的藍白合力的 修改過的立法院職權行司法的 擴權國外黑箱擴權法案 給凍結 那你知道台北電線署的檢察官 真的會被叫去罵 罵了以後不回答的話 叫做藐視國會 你知道嗎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察證據全部給我看 你還不能不給啊 所以這就告訴大家 那個法律荒謬的可能 那個存在的目標 是非常可笑的嘛 今天這件事情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任何人都不能 那個 那個 那個把他無中生有 就好像柯文哲講的 有千萬金流的話 他現在就好命 我就跟你說 好人在假賣錢對不對 像我們這些賣錢人 對不對 沒有啦 瑞德哥你也不要欠虛啦 不是 我的通告費是 我連打開都不能打開 你要知道 我被黑心經紀人 俗稱太太 全部通告費 連藏個私房錢 不是 我不藏私房錢 連藏個周轉金 你是不是也有金流呢 身為男人 不藏私房錢 網為人 就是這樣子 你把旁邊這些都拖下水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招待 拖第一個下水 我告訴各位就是這樣子吧 我們存款裡面多450塊 哎呦 這四百五十塊是利息 哪裡來的對不對 人家多450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錢積得這樣 我問你目可公司 這450萬所謂的肖像權 對不對 授權金 難道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昨天晚上突然間去傳李文中 對啊 兩百萬電子腳療 是 被被告 所以事實上 他武大安在查 現在是武大安 不是精華城而已 他怎麼說 柯文哲自己在出來以後 3點45分出來 對外面的小草 他是怎麼說 精華城 不會把840%的農居率 我是今年三四月 我才知道的 嗯 你現在怎麼說 我沒有計算過是850% 你怎麼這樣說 昨天你怎麼說 昨天吳宜萱怎麼說 大家有點誤解 主席的當時的意思 是說 都委會是獨立的審查機關 柯文哲根本不會參加整個過程 然後也不會 手也不會 沒辦法伸進去就對了 你笑死人 你的都委會對不對 開十次一百次的相關的會議 你們的這些 包括林周明在內的這些什麼局所所長 寫備忘錄 寫一千條都沒有用 嗯 最後只有一個人通過有用 叫做台北市長 你不知道 阿苗苗博亞長我 我把整頓當年的質詢 全部都download下來 包括那麼去年11月28號 許淑華都把許淑華去年11月28號 就已經質問你柯文哲 叫臉書把百分之八百四十 全部都已經弄出來的嘛 你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你不知道 真奇怪 所以呢 事實上 柯文哲現在的這個 等一下到底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等一下 這個就是許淑華 去年11月28號 是 臉書就已經這樣寫 臉書許淑華就已經這樣寫了 你說你不知道 你民政黨不知道 對不對 你尤宜宣不知道 陳志涵不知道 黃三三你都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還有截圖了 你都不知道 不相信打個許淑華 打個這個金華城八百四八 全部都跳出來 那時候柯文哲還有回應 柯文哲回應說 新凋留的 不用碰他 哈哈哈哈 他就一句話啊 柯文哲不是這樣 他這樣罵新潮流 新潮流啊 新潮流拿出來講 柯文哲就是這樣子啊 很自以為是啊 這東西 我們現在上節目 新凋留 對不對 中央廚房 然後丟給你們 然後你們把腳本給我們 這是今天的一張紙而已啊 他說腳本啊 然後你們照背 背了以後就告訴他 你去問律師 你去問黃少廷 顧不動耶 我們是根據這樣子來嗎 我們肯 黃少廷也不肯啊 你知道嗎 所以胡說八道 智商一五七 卻是一個笨蛋 裝笨蛋 裝傷 什麼都不知道 莫名其妙嘛 所以問題就在於 我們都知道他講的不知道 是鬼扯蛋 但很奇怪的是 法官竟然有法官會相信 所以希望高院的法官也好 還有地位院的法官 這些有豐富一二十年以上經驗的 這個判案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法官啊 那麼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 我告訴你 司法一樣不難找回良心 跟相關的這個公正的判斷這樣而已啦 這件事情不是那些幹過記者 罵記者你知道嗎 然後說出一些很荒謬的話 什麼話 我在台灣聽到人家說 偵查不公開 我們做記者 今年七月十七 我三十七年的記者 我不要做社會記者 把全國 全國的這個 等於說最新的內閣名單 公佈在自由時報的頭版頭 把所有人全部嚇死 自由時報給我兩萬塊的獎金 我有什麼知道 我有什麼要跟你說 對不對 偵查不公開 還是什麼不公開 機密不公開 內閣名單不能公開 記者就是無孔不入 就是你不能公開 我硬要公開 不然怎麼有水門案 那我尼克森總統下台 對不對 所以呢事實上啊 那麼不要去問我怎麼知道 要問我寫的東西是不是事實 這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如果真的有那一千萬裡面扣掉 一大堆扣掉了 還真的有七百多萬 那你要解釋 這個一千萬跟七百多萬 錢是怎麼來 對啊 如果沒有的話你去告嘛 吳宜宣你今天不是很囂張 要拜去台北電話法院 告知書嘛 告知書 那個周小平嘛 你一定要去告金鐘 下一次 下一條告一次嘛 他們說他們不相信 台北電話 那你日出去告這個金鐘 你去告 如果萬一真的有這回事 你就是誣告 很簡單嘛 就要把你告回去嘛 那吳宜宣自己也是記者出身的 我覺得最可笑就是這樣 記者出身的 或是主播出身的 進了民眾黨的以後 都變成另外一副面目可徵的嘴臉 現在阿伯的意思啦 民眾黨意思就是說 哇執政當局說你有罪就有罪 好通通都是民進黨的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真的要說 剛才邵廷說的都是心來為 我們是沒有給邵廷任何的腳本 剛才都邵廷說的 來時期這邊要補充 因為剛剛你問到邵廷議員 然後邵廷議員也有他自己的 對於這個案子的看法 但是跟你們黨主席不同掉 因為現在國民黨正在開中場會 是 該拜殺 黨主席朱立倫剛剛在會中 也已經發表了公開的談話 對 司法不可變成獨裁者揮舞的鞭子 他就在罵賴清德 正在揮舞他的司法的鞭子 然後他說有證據的話 當然就應該罵 但是這個 他要提醒賴清德 不可以這樣亂回 有沒有證據 你去問一下游淑慧 你去問一下你們同志 中小平 中小平是告發多少次 你去問 蔚小威 問一下蔚小威 蔚小威問不到 因為被大家禁見 而且還禁見 你可以問一下郝龍斌 對 然後你現在要把司法案件 導向一個政治 其實 其實朱立倫只是希望能夠撿一些剩下來的民眾黨調出來的這些政治利益 那所以他寧可要毀滅台灣司法的信信賴度 然後只為了攫取國民黨一咪咪的政治利益 說這種當主席 如果台灣的司法不可信的話 如果賴清德正在揮舞他司法的鞭子的話 那他為什麼會無保清會 我早就把你壓起來 把你這個啪啪啪啪啪 直接羈押境界 哪有人要揮舞這個鞭子之後 不好意思誤會一場你回家 所以他的邏輯就是自打嘴巴 所以還是要呼籲國民黨說 你們用這種方式在這個看待 大家矚目的這個案件 你們拿不到好處啦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這件事情被討論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朱立倫還講出這種話 每個人都看得出你背後的目的啊 這件事對國民黨有好處嗎 那如果正在揮鞭子 為什麼也要查林怡警 為什麼也要辦鄭文燦 不明其妙就揮你朱立倫就好了 把你抓起來啊 少廷現在很緊張的 回去會不會被編啊 是嘛 國民黨就有很多人都可以問 就稍微問一下這個案子嘛 好龍兵啊也是大佬吉他 如果朱立倫覺得啊 這個不要問那麼低層次的 我問個好龍兵這樣子有問題嗎 而且朱立倫也不想想 之前林茲廟那個時候被召去問 有關於宜蘭土地的事情 黃國昌還PO文笑他 說你講什麼不知道 沒有辦法證明你的清白耶 結果現在阿伯不知道 朱立倫還真的要踩信他的說法嗎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喔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追蹤